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天时间安排除了睡觉就训练吧 还有吃饭 时间安排就是每天起床然后吃一口饭洗漱一下就开始要训练了 一天的时间安排吃觉 对不起 一天的时间安排的话就吃饭睡觉打游戏吧 其实我的作息就是不是很规律的 就要看我困不困 我就说我是困了就睡不困就会打痕吧 具体就醒来打排位然后去练赛 然后到晚上就差不多该睡觉了 就比较简单朴实不滑吧 就起床打游戏打排位也没了 晚上三点左右睡觉 然后早上中午十二点就起床 职业选手时间反正就是起来洗漱吃饭训练 然后继续吃饭继续练 然后训练到晚上两三点左右然后上床睡觉 早上起来打游戏吃饭打游戏 然后宣传赛打游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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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的话一常点多起床之后一人要大训练式 然后打一次训练 extra switch 两点开始训练戏 到两点开始训练才 两点正式开始训练 把我的西班яз评训练才打到午点早上吃下午的饭 晚饭五点吧然后五点到七点会有个休息时间 2点到5点就训练赛 然后中间两个小时是休息的 就吃饭睡觉都可以吗 然后5点到7点这段时间是休息时间 比较努力的选手可能会在这个时间多打几把牌位 如果是不努力的选手 大家可能在这个时间 好花时间休息休息也是很正常的 因为大家中午这个点都会有点犯困 5点钟结束训练 然后吃东西 然后继续打牌位 一直到7点训练赛 然后7点的时候再打三把训练赛 然后有的时候10点会加练两把训练赛 7点的时候训练赛达到12点吧 7点打训练赛 打训练赛到10点10点半 然后7点的时候训练的话就达到1点吧 或者12点 然后你可以吃一下然后再继续训练 然后7点钟开始下午的训练 下午训练可能到10点钟吧 10点钟结束可能11点会有一个加练 也是训练赛 然后训练11点打完 可能到了12点半1点左右的话 就是开始自由转赛时间吧这样 训练赛完就是打转赛 打到5 6点 开始自由转赛 打到3 4点这样吧 到晚上最晚就4 5点吧 然后一直打到3 4点睡觉 我自己会打到比较晚 就喜欢闻睡吧 在打要票的时候就是应该是一个月会有两天吧 就是看赛程吗 不一定 看 看赢不赢 来到老干爹怎么感觉没什么假期了 就根据实际情况安排嘛我觉得 看赛程吧一个月2到3点 其实如果是正常的话 一般都是一个礼拜放一次 但现在没问题了 至少一个月左右会有在乎 休几个月还是不同的 休几个月会是一样的 我们的阶段是一样的 一直在自己继续的 一天一天休几个月会有个阶段 休几个月会有时间 休几个月会有时间 一半二十五点的休凡 看一会 没有什么固定价值的 休几个月会没问题 比较很辛苦,所以比较多了4-5天, 我只能休息一天。 我们平时,不是赛选期的话, 会大概7天放一天。 然后有比赛的话,就是看赛程来。 这个就是看我们赛程。 如果赛程不是很紧张的话, 会差不多一周吧。 下一场隔得比较久的话, 然后可能会考虑休息一点。 还有假期的话,大约半个月一次。 职业选手大概半个月会有一次假期。 休息一周,大概一周。 这个说不太准。 休息的话,如果是赛程紧的话, 一个月两天最多。 睡个懒觉,然后继续打上开吧。 睡觉。 假期的话,可能多睡一会吧。 休息一会跟朋友玩, 就是要不跟越南那边玩其他的游戏吧。 都大部分的话休息吧, 然后有些人的话就喜欢出去吃饭吧, 跟朋友。 бы。 是有个人的游戏。 睡觉是游戏, 在另一边。 等她们做一尖的日子。 感谢观看